记者赵浩云台北报道周星哲担任Cosmopolitan封面之星 2Cosmopolitan.com 共周星哲从18岁出道至今 进入歌坛以来有以后 做朋友 你好不好 等经典情歌 陪伴多少歌迷走 失恋时刻 他接受杂志专访透露创作的初衷 是 未留学时候心中很孤单 想要让大家再听到他 音乐的时候不要觉得孤独 他也分享从男孩变人父的心声 周星哲出道十年 从懵懂大男孩 成到将迈入三十世代 过程中经历了身份转变 如今是夫也是人父 心境上成长与沉稳许多 对于周星来说 爱情关系中 两个人相处在一起 最重要的彼此要快乐 并且能够帮助对方成长 成为更好人 二十岁时的我对于感情这方面 其实和大家一样 是在寻找的one 而现在我找到了 一切都让我感到很在 很幸福 我也可以更专心把家庭 工作照顾好 我想做的事 对于现在的感情状态 言谈兼听得 有浓浓满足感 也成为周星哲的坚强后盾 是可继续勇敢向前迈进的支柱 周星哲现在的重心 在家庭 与老婆招待新感情融洽 即将生格二宝 tocosmopolitan.com提供 而在家庭生活中的周星哲 明明自己早上六点就有工作 但仍然愿意在凌晨二点起床 先送老婆出门装发 在工作上 也希望尽量能排出时间留给家人 就像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 这首歌 歌词中唱着 只喜欢有你在的地方 幸福是由你陪我分享 你陪我说话 你眼里的光 完整了最美的时光 简简单单 也是她现在对于感情生活的最贴切写照 和家人们在一起的时光 就是最佳的疗愈 而她如今 不仅仅是丈夫 也成为了父亲 我们也好奇她是否适应了自己的全新身份与生活 她 我慢慢地适应了 我觉得当爸爸这件事 跟当妈不一样 因为妈妈有怀孕的过程 整个过程 她会一时间有感触 但父亲要学习的是更多的patience 很多耐心和理解 也要快速地去适应 但这个过程会 你快速地成长 就非常幸福 那就像是自然而然 引力 她的重心转往了家庭 也明显感受到自己责任 她说 我要对我的宝宝 我的家人负责 我便比以前有更多耐心 以前很急 现在慢慢改变 关沟通这件事情 在一般感情里 男生是很不会勾的 但这也在慢慢进步 我说